我们已经把基本的操作 大致上都讲了足够可以开始看动画 所以今天开始我们会看我们第一个动画 做动画其实不难 各位看这一个画面就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3D的视窗 下面不是有一条这个吗 这个就是你做动画的关键 这里0代表影格0 20就是影格20 动画是由一连串的影格所造成的 那这边预设你可以看到预设 start是1 就是预设我们从第一张开始 一直到第250张结束 你可以调整 比如说我不要那么多 那我就调60张就结束 也可以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就从0到60 那如果你改成100张 就从0到100 那这是动画的相关的阐述设定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动画 我先切到相机视角 这边是相机视角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OK 现在相机视角 长这个样子 好 那在这里呢 你一开始就停留在第一个影格上面 第一个影格 这里有显示 这是目前影格 我可以切到20 这样跑到20的影格上面 如果切到60 那就跑到60的影格上面 OK 那我现在切回1 好 在第一个影格上面呢 我在这边 我按i i键是一个 insert keyframe的插入关键影格 所谓的关键影格 就是那个动画在这一张是固定的 那从这一张到另外一张之间 它会做内插 那这种固定的影格 这种就称为关键影格 那这关键影格呢 你可以插入位置旋转 这是位置旋转缩放 位置加旋转 位置加缩放 位置加旋转加缩放 那旋转加缩放 还有其他的就是位置的差异啊 或者是视觉化的位置 好 那我们这里 我们就先插入一个位置加旋转 加缩放 Lot Location Scale 好 那我们把它插入 你会发现 这一个绿色的影格呢 它变成黄色的 这代表说你有插入一个关键影格 那这时候我接下来我在40的地方 先20就好 避免跑太慢了 好 20的地方呢 我把这一个给转过来好了 好 转过来 那这时候我再插入一个关键影格 按I 一样 Lot Location Scale 好 那 接下来呢 在40的地方 我把它移动好 我把它移动一下 我按G 把它移到这里 可以 然后呢 我再按插入 Lot Location Scale 就是 平移收棒旋转都要 好 那 那这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动画了 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挽回走 OK 它这个动画就形成 总共我插入三个关键影格 OK OK 好 那你可以按滑鼠的左右键 在这边移动 好 好 那 这样子跑出来的动画 各位 当然品质不会很好 好 那你可以为它 再加上一点点东西 比如说你觉得这样颜色实在是很丑 那我可以在这里 先设定它的颜色 先设定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先设成绿色 好 但是你设成绿色之后呢 它会全部都是绿色的 全部都是绿色的 那这时候我 我如果想要有时候绿色有时候红色怎么办 那这时候呢 我比如说我选到20的地方 我在这20的上面呢 我在这里先选成红色 先选成红色 好 那这里已经变红色了 我插入 按右键 按滑鼠右键 音色的keyframes 插入关键影格 那你会发现 全部都变红色了 为什么 因为我 只有在这里插入颜色的 颜色的关键影格 但是呢 我其他地方没有插入 所以它全部变红色 在这里我把它改回绿色 OK 然后呢 我再插入关键影格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 我在20的 就是0到20中间呢 它从绿色变成红色 OK 好 那当然我可以在40的地方 我再插入一次 把它变回来 变成蓝色 变成蓝色 好了 好 那这时候呢 我再按一次 insert keyframe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会变色的 跑来跑去的 立方体 那这里 各位可能会想说 OK 那最后要怎么输出影片呢 好 这里我们看一下 现在影片已经做了 影格已经做好了 那 这里我们是设1到100 那为了不要跑太久 我们只是示范而已 我们就设1到40就好 OK 好 那也就是我们设的三个影格的长度 好 1到40 那 接下来呢 这边有个相机 看到这个相机吗 这个相机 点下去之后呢 它有这个Render的视窗 和Play的视窗 那如果呢 你按Play 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跑影格 所以它还不能Play 那这里有一个输出 输出的资料夹 预设呢 是设在TMP 应该是C槽的TMP 你可以修改 那如果你不修改呢 它就会放在TMP这个资料桥 我们看一下 OK 如果我今天呢 直接把它输出了 直接把它输出了 那这里有解析度 就是你的影片要多少的解析度 那 这里如果乘以50% 就是这个个乘一半 那宽高比啊 之类的 那每一秒 要几张画面 以一般而言 我们 24张是预设的 那你如果设的少了 就是像卡通通常会设的比较少 那如果真的拍摄的 要高画质的 那就一般来讲至少要24 那如果是以海贼王那种卡通而言 通常一秒只有4张到5张 那但是如果是迪士尼的那种动画 一秒就可能会有到20张 那这边它有一些参数可以设 那后置啊之类的 这些参数可以设 那假如我现在呢 就按这个设定就好了 按照这个预设的设定 那它的输出呢 这里预设目前是PNG的 我们直接 跑Render 那因为 我们回到这里 1到40 这是ActiveSync 就是目前的视窗 那所以它跑出来的Render 是只有这个画面的 我再跑一次Render 我会发现它只有这个画面 这不就跟我们按F12是一样的吗 那但是呢 如果你要跑影片 你要按这个 这个Render ActiveSync Ctrl F12 诶 这里也是跑 哦 稍等 哦 有 有在跑 稍等一下 你会看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影格 有没有 我们的动画现在是超简单的 而且没有材质 没有什么 只有一个立方体 它就跑成 不会很快 那如果你 你动画 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每一个影格 要跑的时间 就会更糗 这是后面 为什么说我们 不能做太复杂的片音 但是后面它其实还有 有很多人 花了好几个小时 就只为了跑一个画面 为什么它那个画面 要做海报 要做得很精致 好 那这个 我们现在输出呢 输出到TMP 我们去看一下TMP 应该是D槽 TMP这里 它建了一个资料夹 你可以看到它跑出来的结果 都在这里面 它目前跑到28张 29、30 OK 那我们总共是40张 好 所以等它跑到40的时候 就结束了 好 这样跑到40的时候 就结束了 那怎么播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这里有个Play 你就可以播 OK 那但是呢 这只能在Blender里面播 因为它是一张一张单张的PNG档 所以这你只能在Blender里面播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放到 比如说 一般的播放软体去播的话 那你就不能设定成这个PNG格式 因为这个是让你看一张一张图片 是不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想要放到其他软体播的话呢 可能预设用这个FBI JPEG 可能会比较容易在其他软体播 那我现在呢 就把它设成FBI JPEG 然后呢 我再跑一次 那你可以解析度如果设低一点的话 那它的跑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我稍微把解析度调低一点 这个 设成 就是F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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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IG 这样会稍微快一点点 如果你调得越低就越快 还有你如果这个格数调得越少 那你同样的影格数 你就可以放得越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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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那这边TMP这边就会多出一个0001到0040.avi 这个档案 那我们拿来播一下 好 现在是用MediaPlayer播 所以它确实可以播 OK 你也可以循环 OK 那这就是我们跑出来的动画 当然打光没有打好 然后呢 背景什么都没有设 那你可以试试看 你先试你第一个动画 那这个目的是先告诉各位第一个动画 那材质啊灯光上去之后 东西就会很漂亮 好 OK 好 谢谢观看